在新华系的一条不起眼的巷子里 张州市刺绣场隐藏于刺 寻常日子这里显得格外寂静 偶有几个绣工端坐在绣架前飞针引线 专心致志地加工着手头上的作品 这里也是张秀第七代传承人 陈中辉创办的张秀传习所的所在地 张秀及张州刺绣 于2009年被列入福建省第三批 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名录 这门记忆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唐朝 因为张秀它比较特殊 张秀它是中原文化 以我们这边闽南原来 我们所说的少数民族的古古业族 土著人的文化 两种文化混合在一起 所产生的一种文化叫闽南文化 所以它又有闽南原有的特色 又有中原原来文明传播下来的一些特点 早期的张秀以针丝织品为底 用针丝线和银金线针针缝合 针法有过桥秀 凸秀 搭子秀 捆金秀等七十多种 各种针法都有不同用途 有些针法也可混用 目的是球的色彩层次分明 相色合理 接色顺和 使作品达到光亮鲜艳 似雕非雕的艺术效果 不管是社会多么发展 民俗的民族的不能换去 只要是民俗文化跟民族文化 永远都不能换去掉 一旦换去掉 你就没了根 这些实际上就中华民族的根 这些人不是人不客气的 你也不太处理啊 这些人会从上一次 你是谁在带一旁的 人不客气的